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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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我在拍这一把的时候 就讲哦 不可以拍全国的程序 是有叫我delem掉一些 音乐 哈啰各位大家好 我是Jonah 所以今天呢 是 不懂几号 可是今天呢 就是我要来打我的vaccine的时候啦 所以现在我就先去找我打vaccine的地方 現在是8點8點半早上 所以還快找一下 Let's go 我們去找的地方 我現在來的地方很大的時候 其實我要找到我打Vaccine的地方 我是B的 所以我要走一段不懂要走到哪裡 這是非常遠的路 慢慢走吧 然後我也不懂會要多久 我看到地上就有這樣了 所以我就跟著這個A跟B 這樣子慢慢跟著那個路 走 一直走 一直走走走 走到那個地方就對了 其實這樣找咧 目前我也是看到很少人咯 然後咧 這裡也是一個好的啦 因為我拍這個就沒有這樣尷尬啦 喔 我聽到前面有聲音喔 哇 看到了 我看到有人喔 有人 喔喔喔喔喔喔 哇 這樣 這樣塞啊 喔 可以進去了 然後到這裡咧 就很精彩的事情發生了 因為咧 我進到裡面咧 拍攝了咧 他們講 喔 裡面不可以拍攝 沒過後 我就沒有辦法了 我就希望把裡面的片子咧 給del掉 所以現在你們是沒有看到我裡面的片子 所以我就大概大概解釋給你們聽一下 它裡面的過程到底是怎樣啦 所以它就是有幾個station 我就一個一個station來解釋給你們聽 是不是很好咧 所以第一個station呢 他們就會來檢查你的IC 還有檢查你的Mister Jeter 所以他們就會看 喔 你今天的appointment就是9點 然後咧 它就檢查你IC OK 一樣的那個IC號碼 所以他們就給你進去 可是如果你是沒有的用到你Mister Jeter 或者你沒有data 給你開你的Mister Jeter appointment 其實你是可以去到另外一個station which is offline station 他們會帶你過去的 不是帶你過去 就叫你過去offline station 然後呢 然後他們就會大概給你一些好像紙啊 就有一個permit這樣子跟你講 OK 你這一張紙 你是要從開始用到尾 所以那一張紙你就要收好了 如果你是可以用Mister Jeter 你的appointment是可以按按按按的咧 這樣你就沒有問題 就直接接下去下一個process啊 所以到第二個station的時候咧 他們就會給你一張phone啊 不是一張 兩張 然後咧 一邊是馬來文 另外一邊是英文啊 所以你就在裡面填你的名字 你的IC 你的日期啊 所以你就填完這個資料過後咧 你就可以拿著這張紙 去到第三個station啊 所以就去到第三個station了 第三個station咧 就有一大堆椅子 你就坐在那邊 然後咧 你就會有一張號碼 就好像你在post office拿到一張號碼 有什麼什麼號碼 然後就接著你什麼station咧 所以你就等你的號碼 然後咧 遇到你號碼 你就去到那個counter 那個counter咧 也就是registration counter 所以在那個第三個counter咧 它就會看你的這一張紙 然後咧 它就會在online 就click啊 噢你的IC 所以你今天是9點來到這個appointment 所以你就 它就幫你resister你的appointment 然後咧 你就去到第四個station了咧 然後就去到第四個station了咧 然後就去到第四個station了咧 它就會問你 噢你有沒有對藥有allergy啊 還是你現在 最近有沒有吃到藥啊 還是 你同意打這個疫苗嗎 所以如果你同意的話 它就幫你做完你的process 它就跟你講 你可以過去另外一邊 所以你就去到另外一邊 所以你可以進到這個房間 那個房間 去拿你的疫苗咯 等你就是進到你那個 打疫苗的房間 然後它就會 跟你確認 OK你知道你是打什麼疫苗嗎 然後咧 這個疫苗它是幾ml啦 它就給你看那個ml 啊這個是0.5ml 它就 OK 我打證給你啊 它就打下去 打完證 它就拿出來 啊你看 打完了沒有了 所以它就才丟掉 只要你確認它 OK沒有打完 這樣就 沒有事情啦 所以就不用怕它 打控針 還是什麼這樣的事情啊 所以 你們去的時候 就是要確認一大堆東西咯 所以我已經打完證 然後我也是 已經等了幾分鐘 欸 當你打證過 是要等幾分鐘 所以 我就等幾分鐘 然後就會拿到一張Gut Gut Gut是for 下一次 的時候來 的時候用的時候 就 下一次 等下更多 剛才我在拍這一把的時候 就講 喔我不可以拍前過程 誰是有叫我 delete掉一些 footage 所以我就把 裡面的內容 我都delete掉 因為它只允許我拍 打證的時候 那個 footage 所以 你們只可以看到我 打證的部分 哈哈 然後呢 它裡面呢 一開始咧 因為我是 MySechatra 它是要用Internet Connection 但是我就沒有Internet Connection 所以我不能開到我的那個 Appointment那一面咯 所以它就有給到我一張紙 然後這樣 那個就好像一個 呃 一個Multi Purpose的東西啊 所以我就 拿過去 這邊就用用用用 到整個Process完美子咯 然後現在你已經看到我 打完了 我的疫苗 打在我的Left Hand咯 所以接下來 它的Process也就是 你要去到另外一個地方 也就是 最後一個Station 你會坐在那邊 坐幾分鐘 然後為什麼坐幾分鐘咧 它大概應該是就在看 哦 你會不會好像孕啊 還是有什麼事情 它就 在那邊等咯 看你有沒有什麼Side Effect 在那邊 很嚴重的Side Effect 所以如果沒有的話 你就OK 你就可以拿到一張 好像這樣子的Vaccination Card 然後你就 接名字跟IC 然後你就可以走 Wait for你的Second Dose了咯 所以呢 For我的Second Dose大概是在10月的時候 所以是 離我現在是8月 然後去到10月 是滿久的一個時間 可能是因為Extra Genka 是要比較久的時間 我也不太確定啦 然後呢如果你問我 到底 打了這個疫苗過後 我有什麼Side Effect嗎 所以我的Side Effect 大概就是 我早上打 然後就晚上的時候 就發掃 就大概這樣咯 然後咧 我的手咧 就可能好像 抓到牆壁 哦 痛啊 手痛啊 這樣子的感覺 所以你睡覺的時候 我就是不能這樣子 在一邊這樣壓著睡 如果壓著 就 哦 手痛 啊 這樣的感覺 然後咧 就應該沒有什麼很大的問題 就除了那個發燒以外 就 比較輕微輕微的那種感覺吧 所以是 對我來講還OK過啦 OK啦 所以這個影片就到這裡為止 如果你們喜歡這個影片的話 記得點個讚 然後把這個影片分享出去給你的朋友 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把小鈴鐺打開唷 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拜拜